羅君佐 鬼谷王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另一個信旗友 這個星期主持人就是蘇紫威 羅君佐 鬼谷王 我們的嘉賓也是蘇紫威 那個嘉賓就是胡亥 今天我們自己做回嘉賓 不是一定要有嘉賓的 我們每個星期有很多嘉賓 你知不知道每個星期有嘉賓 我們說不到我們的話 今次我們說心事 今個星期因為沒有嘉賓 就可以發揮鬼谷王的威力 蘇紫威的威力 還有因為這麼多星期以來 很多朋友都打電話上來 不夠時間說 所以我們今次就清理 給大家多一點時間 清理一些時間出來 因為每次完結節目之後 走出去監製告訴他們 還有很多電話 二十幾個電話 今天是一個好機會 不如今天早點告訴別人 讓人可以早點打來 我講一下 當然你講一下 一八七二八八一 假如打不通的話 可以fax來 二三三九零二零九都可以 今天我們講的話題 非常廣闊 大家聽過有什麼傳聞 傳聞而已 不需要認真的 不一定是鬼 或者一些很特別的 譬如幫我思議 或者一些巧合 或者一些大家茶餘飯後 都共同的話題 即是講一個例如 例如 我上個星期講過 溫沙大廈以前 有一幅雲石牆 有幾隻狐狸的樣子 那個就不是傳聞 那個很多人看到 但是 報紙上賣 但是如果你知道 是有些 更加詳細的資料 詳細的資料 到底這些狐狸是否相傳 那時候傳聞是在虎豹別墅吹下來的 你有沒有聽過 你有沒有聽過 我聽過的傳聞 就是某個師傅 就不小心走漏了他出來 走漏了出來 就走了去 終於那個師傅 就自己捉回他 有七隻還是一隻 其實有 一隻 但是傳聞是說有七隻 這個是其中一段 其中一段傳聞 但是傳聞呢 又是傳聞 傳聞呢 有帶走他的人 就不是那位師傅 是一個女人來的 那個女人 之前的前身 她說她也是狐仙 但是帶走了 現在去了哪裡呢 去了台灣 帶走了那些狐仙 如果有帶走狐仙的女人 的朋友聽到 或者知道這件事 打電話來證實一下 這些就是我們所謂的傳聞 還有傳聞 我自己聽過 就是很多公共汽車 去到某些站 她自己停車的 就是沒有人上車 沒有人下車的 要不要開門 停一停 開門那些 開一開門 開一開門 這個傳聞是很奇怪的 就是大家信任 又或者大家是 住近某一帶的地方 就是新界和九龍卡拉中間的地方 以我所知 這一隻傳聞 就是公共汽車 它本身有些是 那輛車是不載人的 整架 整架會刺車 整架會刺車 但是它會停站 就是它會停站 某些站會停 有人上車 說不再 但又停車 開門關門 然後才走 我也很想知道 每個朋友 晚上一搭公共汽車 回家的時候 真的去 他坐樓下 司機去到那個站 那裡 司機由自己開門 自己關門 不知道有沒有人親眼見過 但是有些有責任感的司機 就算沒有客人 停一停 開一開 就是它的責任 每個站都去到那裡 又會不會是這樣 就是希望大家有這麼驚訝 就是可以 公共汽車才可以 比較特別 我就聽聞 有一種公共汽車 這種公共汽車 只是香港島才有 就是呼之欲出 就是知道是什麼 它就比較奇怪 就是我聽回來的 它是尾班車 但是有人坐的 但是它都會 其實那種公共汽車 它基本上有沒有人 它都會停站 它會停站開門的 但是在某一個站 就是港島區的 香港殯儀館那個站 它是會停很久的 是啊 是會停很久的 然後就一路 回到香港西區那邊 那些工工會不會用電的 不用的 真的知道了 只是香港島才有的 譬如我們以前看電視 我們以前也說過 某一個旅行性的廣告 有個女客 比較年輕的那些 沒看過這個廣告 就是有個女人的旅客 戴著一張闊邊的草帽 站在機場的大堂上很彷徨 很焦急的 在找東西 已經call入閘了 那突然間有個領隊 就跟他說 小姐 遇到你 當然等你 那終於 就是聽聞 這個 拍這個廣告 這個演員 就不在那裡了 連做導遊那個 都不在那裡 傳聞她是 那個男的 就在外地 就是 發生了一些意外 不在那裡 然後才到那個廣告裏面 那個女主角 就跟著一起去 切合了這句說話 切合了這句說話 就遇到你 一定留在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 就叫做 傳聞 基本上香港的傳聞 又或者如果 譬如近香港以外的外地 其實我們都歡迎 因為我們 譬如知識範圍 可能沒有大家那麼寬 大家去過很多地方 譬如你說 日本傳聞 日本有一個傳聞 你有沒有聽過 日本傳聞上富士山 這個都是一個旅遊景點 上富士山 很多時候 我不知道是否每間旅行社 的導遊都會告訴你 富士山有很多石頭 挺有趣的石頭 有些石頭的地方 當然是因為 以前是火山 有些熔岩下來之後 又形成了這些石 挺漂亮的 黑色的 黑色有些是圓圓圓的石 好像被熔岩打磨過 是啊 挺漂亮的石 但是 如果有些好一點的導遊 或者知道的 他會告訴你 千萬不要收拾這些石頭 當作手信 這樣 因為 相傳在日本 他們住在那裏的人 就說 很多死去的靈體 都附在這塊石頭 在富士山那裏 但是千萬不要收拾這些石 你講到日本 我想講完 當然先聽電話 這個傳聞 是我告訴大家 這個傳聞 是由你來傳出來的 這是我傳出來的 其實我們做節目這麼久以來 我們也收到一些電話 有一個做建築業的朋友的家人 他貢獻這個傳聞 我們覺得挺好 就是 平地基的時候 就放些波子 所以有時候 人們晚上聽到 波子 噔噔噔的聲音 就是因為有波子 傳聞為何要放這些波子 你又不說 你快點補充 為什麼要放這些波子 原來傳聞 他們就說放這些波子 就等可能會有些靈體 叫做百厭鬼 或者有些小朋友的靈體 讓他們玩 讓他們不要拿其他東西 不要拿其他的工具 不要拿其他東西來玩 玩波子就算了 也都近年 我剛才講過 一個比較遠一點時代的電視廣告 近年一個電視廣告 就是 那些小朋友扮火車 在樹林裡玩 嘟嘟 驚慚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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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慚 沒有聽過 完全沒有聽過 他有什麼原因 他覺得很恐怖 他一看這個廣告就走開 或者想關閉電視 或者想不看 還有大家會不會有個感覺 就是小朋友應該是開心的 在樹林裡玩 說明是無邪 應該的色彩是豐富 但是是很灰的 我不知道它基本上調到色彩是這樣的 還是當日那幾天的天氣是這樣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調音 沒有可能會用灰色的調音 沒有的 現在在這裏 大家都有接觸過拍攝這行的東西 就算回來 當日的灰色可能是灰一點 所以可能我不知道會不會特別容易 也都近年有某些雜誌周刊 也都派人上去北京那裏 就這件事去查回 那些小朋友大了一點 再問他們有沒有這個感覺 其實那些小朋友自己都沒有感覺 但當然我們如果要爭論 可以爭論當然沒有感覺 你每個人都看著前面 後面你不會轉頭看的 其實基本上後來都不了了之 所以傳聞也真是一個傳聞 這個這麼近的東西 如果這麼幸運 有當日香港的工作人員 在聽我們的節目 我想你打上來 或者是廣告公司的朋友 反正我廣告都抽起了 又過了這麼久 打上來講我們聽 內裡到底還有沒有什麼 我們是不知道的呢 其實廣告 很多廣告都有一些很奇怪的傳聞出來 我從小到大到現在接觸過 真的很多數不清 真的 因為拍戲也有很多傳聞 傳聞以前有很多 有很多比較熟悉的鬼戲 不是近代的 是比較以前的 都發生過很多 譬如拍攝期間 或者拍攝之後 都有很多奇怪的事情發生 嗯 是的 待會我們再貢獻給大家 首先 我們接一個電話進來 看看這位朋友 有什麼傳聞 有什麼傳聞 喂 喂 你好 我是鄭瑜 好 我想告訴大家 一個傳聞 我有朋友在地鐵做的 是 其實每晚 正常客車收了車之後 會有一幫他們 所謂的鬼車會開的 但是你的朋友有沒有說 他們行內自己的公司 是否都是叫這幫叫鬼 是的 他們稱呼也是叫這幫叫鬼 為什麼會這樣稱呼呢 差不多 因為他們每晚的工作程序 我聽到朋友說 都是說 譬如要下路軌工作 一定要被這幫鬼車過了 才可以下去 即是最後一班車 是的 客車之後是不再客 那這間鬼車 是否仍然都是一個司機的駕駛 他說都是司機駕駛的 司機駕駛 但是司機自己一個人駕駛 他基本上都是一個人駕駛 即是他自己一個人在駕駛室 照正常的程序 去駕駛這幫車 就正式 我很想知道 就是駕駛這幫鬼車 是不是他們抽籤去駕駛 因為輪著駕駛 是否到自己駕駛鬼車那幫司機 如果怕的話 是否可以請假呢 其實他們正式來說 他就說不是叫鬼車的 他有個程序叫做 不知車班車來做什麼 或者調回車去那邊 就是這樣說 其實他們在那裏做事的人 他們就叫做鬼車 那輛車每個站都停的 是是是 即是正常的停 就不開門 有一件事 鬼鼓王就比較關心 這件事一定 到底有沒有 你朋友有沒有同事 或者自己開這幫鬼車 有沒有見過真的有人上落 感樂沒有聽他說過 沒有聽他說過 沒有聽他說過 就是我聽他說過 因為沒有客人 那時間一定 他一樣會播音 會開門的 不開門 但是會播音 但是余先生我又想問問 因為地鐵的支線 是分開幾條線的 是 是不是每一條線都行 是的每一條線都有 四條線都有 哦 都是有一班車 就是拉閃,客車之後過了 才是正式叫做收工 是的 我也不知道有些人有什麼 因為我們不會在地鐵發明 因為那個時間是沒有街外人 因為地鐵 我想上面都鎖了閘 是嗎 是的 因為你客車過了 所以外面的人就不知道 就是這樣 謝謝 這些所謂的鬼車 其實我們不要說得那麼恐怖 測試路鬼 測試路鬼 測試路鬼車 反而我覺得這輛不恐怖 我覺得是等一等 有一輛不載客的那輛車 有時載錢載的 有一輛很吵 可能你兩位少坐地鐵 你開車 你開車少坐 我坐飛機多 你有見過 有一輛很吵 整輛火車頭 你有沒有見過 跟普通地鐵的車頭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很吵的 那輛走到大又停 我反而最怕是那輛 那輛很吵的 因為它很吵 而且它後面不是車廂 而是載貨的 我經常都承認 會有些東西坐在那裡 然後就飄飽到隧道 而且可能地鐵在地底 所以感覺比較陰森 而且它穿越了很多隧道 大家覺不覺得隧道這兩個字 跟時空是可以掛勾的 覺得通過了這個隧道 可能去到另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不知道 所以大家對未知之數 有一點懷疑 好像上次我們講 所以時光隧道這件事 隧道的感覺是很隔空的 是隧道這件事 因為上次我們講的 記得嗎 死過翻生呢 所有的人都會經過那條隧道 死過翻生的人都是 為何你說在地鐵或隧道裡 這麼恐怖 因為這些地方 全部都是你刮到下面來的 當打仗的時候 那些屍體擺在哪裏 都會埋在地上 全部都埋在下面 他們都需要掘到那些地方 你掘到那麼深的地方 當然在地底下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這些地方是不見天日 沒有陽光曬到的地方 所以陰氣便會盡 我們用老電波去接觸這件事 那個電波是很接近的 不過我們幾集前 我們說過隧道 台灣我們不是說過 辛亥隧道 其實我回去看看 發覺台灣辛亥隧道的環境 跟香港有兩個隧道 都是很相似的 一個就是我們香港仔那邊 環境也是一樣的 隧道的上面和旁邊 全部都是山墳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不是住在那邊 那邊就會少走一些 一個叫做將軍老隧道 將軍老隧道上面 以前也有間廟 還有一些陰堂的東西 那傳聞呢 在這兩個隧道的時候 都有些事發生 後來又要拜神 又要移過一些位置 避了一些墳 我小時候沒有那麼多隧道 因為經常經過的 以前都是火車 入沙田最長的隧道 後來大一點就是海底隧道 那時候還沒有香港仔 之類的 甚至現在好像大陸山隧道 剛才我小時候的想法很好笑 入了隧道黑漆漆 出來 死了會不會去了日本呢 或者去了美國呢 是呀好了 但有事死了 我忘記戴護照 那怎麼辦 小孩子會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原來小孩子 都知道有個時空的感覺 原來經過一段七刻 再見光的時候 大家都會想 會不會走到另一個空間 小孩子你都一樣會接觸到 電視或者電影的東西 因為有很多橋段 都會是隧道出來之後 會變了這樣的東西 剛才說起隧道 香港亦都有很多 譬如要拆了一些地方 建大廈 或者要蓋路 要斬了一棵樹 移開一些東西 都有很多傳聞 傳聞 在廣島區 在天后那裏 有一棵樹 零零細細在路中間 你知道在哪裏 就是在你整車附近 零零細細 那裏很窄 為何有一棵這麼大的樹 要圍一棵樹才能走到 以前如果蓋路 那棵樹應該要斬了 一定要斬 但傳聞那棵樹 試過很多次 接了這宗工作 去斬棵樹的人 都相繼發生意外 也傳聞有一個 就是在棵樹上釣頸 那就是傳聞 希望不要嚇壞大家 但其實這些傳聞 在大家的生活中 都是一些趣味性的說話 寧可順其有 寧可順其有 好了 現在很快就要回到 因為非常多電話 我們又不想阻擋太多的時間 首先我們接個電話 來和我們聊聊天 喂 喂 在哪位 我認識劉的 劉先生 你好 你有什麼想說 我想說是關於地鐵 好 我朋友說給我一個姿勢 是這樣的 他就說在93年一次地鐵 發了很均動的線 就是說 在金鐘營灣仔站 去尖沙祖那裏 應該是金鐘 是吧 那段是學生學生隧道 他就說 一段就是 全部乘客由學生隧道 走回到金鐘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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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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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烏龜一樣 沒有聽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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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實實 我覺得 如果你用這件事 來阻嚇那些小孩 晚上回家就無可口罷 但不要說太誇張 我覺得有件事是自小教育的 為什麼有很多人都會很怕鬼 可能有些父母說 你不睡覺啊 待會有阿烏來抓你 阿烏啊 鬼子都好 會搞到那些小孩 自小就有一個陰影 鬼是很恐怖的 晚上就會出來 會抓我的 是啊 還有把鬼和阿烏去掛勾 原來阿烏就不是鬼來的 實在是阿烏是什麼 阿烏就是 那些樣貌不太標誌的人 人類 甚至是美女 那我可以叫你阿烏啊 阿烏是Paul 阿烏他是阿烏佬 即是形容女性 我其實不想這樣說 因為有一點扁的意思 我也不想 阿烏其實是烏鴉的挑戰 烏鴉 這些可能是傳聞 傳聞是這樣的 說你好像烏鴉 其實阿烏吧 免得這麼明白 其實傳聞你剛才說到海 傳聞是海上工作的人 譬如駕艇、暴魚衛生的人 船尾都要放一罐餅 餵 餵誰 阿烏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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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有時候不見了餅 很奇怪 是不是大風浪跌了下海 可能是 我也不知道 但傳聞就是這樣看 傳聞有沒有說過這隻海猴 其實是否真的像一隻猴 還是什麼形狀 因為他多多毛 傳聞沒有毛 傳聞這個海猴 是透明啫喱狀 傳聞是透明啫喱狀 我知道 好像我們看電影 看電影 有形狀的 但裡面是啫喱狀 其實可能是白炸 傳聞在海裡住了一個人 很多年 幾百年 像水怪 他真的是人 他在下面住 他就是管理這個水底 是的 有一個 大家叫海猴狀 但他有什麼樣子 他是一個人 人形 是人 他根本下海住 這個傳聞是很多年 這個人在那裡住了很多年 但現在還在下面住 另外 你剛才說了傳聞 傳聞是龜落海 但我也聽過傳聞就是獅子山 獅子山的形狀大家都覺得是像獅子 有一個傳聞就說 這個獅子山 那個獅子的形狀 背 它不是平的 不是平背式 是隔起了一點點的 那朋友就說 這隻獅子如果他發惡的時候 你會覺得 他的背部會拱起了 但他發惡的時候 會有什麼影響 對香港 或者對獅子山附近的 有什麼影響 只不過如果獅子 他只叫你留意 他只叫你留意 留意他 你每天都覺得他的背部會不同 可能就是 我們上星期接過的電話 那個小朋友就說 我認識了電視 也仍然電視有東西 他就是 好像我們看雲 世華 你看雲 每一個秒鐘都可以不同 就算那件事是一個實物來的 就算是一個平線來的 但你看得久 可能你視覺上的時差 你都覺得他有點變化 或者是軟了 那些線不太靜 那朋友 因為我們小時候 就住在那一帶 可能那些小朋友 大家真的沒什麼玩 有時候傳聞 在大家的小圈子裡 講了一個話題出來 然後就以我傳我 一傳十十傳八 這些傳聞 其實傳得很快 有些可能 是我們講出來的傳聞 之前可能我不知道在哪裏發表過 傳呀傳呀傳呀 又傳回來 那些傳聞 大家信就信 我們明明在講海 你說上山 那個海那個還沒講完 有海有山 我以為你還沒講完 海還有山 還有一種生物 有很多水上人 或者船家 或者某些出海的人 都見過這件事情 它是一堆像頭髮那樣的東西 傳聞就說它有生命 很多時候就會走去 駕駛你的馬達 或者船長 有時候晚上 你千萬不要走去船尾道 方便 盡量小心一點 可能會潛你下去 會潛你下去 但這個傳聞呢 基本上海上 整個海港有很多垃圾 它是有一隻快艇那麼大 傳聞 有一隻快艇那麼大 即是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不是垃圾 是好像一堆頭髮那樣 即是發菜 好像一堆發菜 你想想一隻快艇那麼大堆的發菜 它是會在香港水域周圍去 起碼都五六尺 如果又說水 看到它 因為我聽過 有人試過被它潛下去 真的 是不斷拔你下去的 結果後來 是船家拿了把刀下去 幫它 即是幫它 剪掉 即是不讓它拔下去 那個人 也會說 因為在船尾道方便的時候 就被一些東西 扯了他的腳 扯了下去 是不斷向下床的 我一開始聽 還以為 那堆類似頭髮的物體 只是潛一些機器 摩托或船長 不是 它會潛你的人下去 好了 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我們接聽大家的電話 回來再見 歡迎大家回來 我們寧可信其有 剛才我們自己貢獻了很多傳聞 也有很多朋友回應 回應之外 也有朋友再回應以上朋友的說話 好了 我們在電話旁邊 也有朋友在等我們接的電話 喂 喂 你是哪位 我姓楊的 楊先生你好 你想有什麼跟我們聊 好嗎 關於溫沙皇宮 以前說是胡仙那件事 最近我都聽到很多傳聞 說有個台灣的女人 過來請走了她 但其實這件事 我本身是學神功的 十幾年 這件事也很久了 其實我那時候 因為我也是學神功的 所以不是我一派的人去搞的 但是我就是大家互通消息 那時候我想大家會比較靈通 其實那件事就是 如果我們學我這家的人 一定知道 有個叫打石佬 他就相傳 不知是寒龍 就是浮虎樂巷的託勢 他的師弟是負責 所謂將這件事擺平了 禮貌地說就是請走了他 嗯 請了一個地方就是八花林 是 那不是好像說 你說當年 甚至我 我五七年之間 我從來沒有聽過說 有個其他的門派 其他的門派 或者是台灣的女人 過來請走他那些東西 那這件事其實我時候 我也有去過現場也看過 那我發覺一個很特色的東西 就是他好像真的受過那些高人指點 是 五七年之間 我不太相信說是有其他的門派 就是請就這樣 就是收了去就走了 是真是有的 你可以留意當年 他的地毯是八卦來的 是 是 上一個八卦下一個八卦 就是屋頂上一個八卦 是的 是他天花板 我認真 我忘記清楚他的天花是怎樣 但是很記得地毯 一定是八卦 天花也是八卦 但是我忘記是牆子 還是其他東西 但是一定是八卦 上八卦下八卦 那時候我都說 我都跟那些朋友說 我這個陣很震 上八卦下八卦 不能走 完全不能走 所以我就不太相信 這麼簡單 就是在台灣香港的人 我不是特別批評誰 就是會有人過到來 傳聞也是 這樣請走 我好像見過電視也有做過這件事出來的 但是好像就 那個確訊程度 在我五七年我真的沒聽過 但是當時我們在 返回在神功界流傳 就是這一段消息 我相信其他人都可以印證到 還有我講過的派別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他們 即是你們叫做神打那些 那他又可以拿一把鞠來鞠 用針來吉利 或者刀斬 都是這樣的加數 嗯 楊先生我想問你 剛才你所說的打石佬 是否以前宋皇台的 對 你說得很對 就是他 宋皇台的那個碑 沒錯 他要打碑由一塊很大的石 他有份打 楊先生可不可以說說 宋皇台的碑的歷史 即是一段故事 歷史我真的不太清楚 但是相傳他有份 把原本的石很大的 你只要放在宋皇台公園 那你一定 你這麼大塊的東西 就不可以放到 你一定要鑿到一個尺碼 才可以放到裡面 他負責 他那時候是做打石的工作 所以打石佬的名字就是這樣 哦 明白明白 以我家神功來講 他差不多是最高地位的 嗯 但我可以告訴你 我和他完全不同文化的 還有有一點點敵對的 派遍 派遍有一點點敵對 當時大家都 大家都聽不到 我的師兄 即是我的師兄輩 跟他咬他手瓜的 嗯 就是 大家就是鬥過法的 所以就 我不會偏幫他那邊 但是大家是 當時是敵對的 但其實這些沒有過一輩子的人 是 是 事實就是這樣 我真的沒有聽過其他的傳聞 這個就可能 比較上確信一點 是啊 就是這樣 謝謝 其實 你講講宋皇台的歷史 其實很簡單 宋帝丙 當時年紀很小 走爛來到宋皇台宴子 那個位 就避難 因為後人紀念 由皇帝來到我們的民間 經過 到此一游 所以 那塊石 他們就刻了一個字 紀念 這個宋帝丙 曾經經過 但我聽過一個傳聞 就是 宋皇台這塊石 其實機場建的時候 想移走 基本上是想移走的石 是的 我也聽過 但每個收到這宗工程的人 公司 都遇到不幸 都遇到很多不幸 聽聞 傳聞 這個打石佬 就走去 搞 但出資 都好像不太搞得到 剛才我想跟楊先生談 就是談這些 但因為這個傳聞 我聽過 這個打石佬 去做這件事 但最後都好像 不是太過成功 但是如果說這塊石 現在這塊石 就是長方形 底下還有一個石墊 我看過一些歷史的書 的圖片 這塊石 有一點像一個冬菇形 其實是頭大 底細 這樣就漏了一個三角縫 其實都挺險要 如果有人躲在下面 萬一有些什麼事 比如說 山泥傾瀉 不要再下大雨 可能一分鐘 整塊石側了下來 都不頂 但現在可能 它重新全部刁鎖過 一個對的位置 穩穩陣陣 做石墊 所以現在就不危險了 不要緊 不論這塊石 風水也好 什麼原因也好 也好 但始終是一個歷史 有一個公園 讓我們走 是啊 先說到這個宋王台 令我想起很多什麼 就是馬路旁邊的石碑 南和阿尼台這些石碑 其實是否每一個石碑 在某些交通議外 或是交通黑點 會經常有在這裏 以我所知 大嶼山上寶蓮子 那條路呢 現在鋪得很好 第二次是碎石路 兼夾一邊就山 一邊就崖 當年也發生過 反交通車 當年的傷亡人數其實是挺嚴重的 所以政府有見及此 就是在那個位置 起了個南和阿尼陀佛的碑 不只是因為紀念 就是死難者 超渡他們 還是鎮壓一些東西 也可能是一個巧合 在那個位置 也是一個一點心 但是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這些碑 我們是否不應該去莊香 但是沒有莊香位 有一個不是碑 有一個是在淺水灣去南灣途中 有一個位置有幾塊石 有一些像在路邊 聽聞有些人會去拜 但是多數都是偏門的人去拜 因為求的一些東西 求的東西很靈 但是當你求了一些東西回來的時候 你要給一些東西回來 要還的 要還的 我聽聞過 但是給一些什麼東西是不知道的 就是當你實去的時候 你自己答應他 當你實去的時候 你也知道的 就好像戲劇情一樣 其實那個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應該是就這樣作了這個字 是一個像來的 我也是聽人說的 我自己也沒有去過 我也是聽人說的 有些像在那裡 叫我大家不要亂拜 不要亂求的 不過在我們香港 那麼多傳聞或者傳聞 有鬼或者傳聞 有些是很出名的 例如中大一條鞭 鞭子姑娘 港開大學 港大又有四筆像 又有何花池 這些是很出名的 出名到好像是一個 是名聲來的 例如鞭子姑娘 好像是一個明星 一說出來 每個人都知道是誰 那個四筆像 是不是就是在大學宿舍 那個樓梯 我摸過 反而就紅了 不是 沒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 我去到那時候 不知道是拍MTV 還是拍什麼 我就是在那裡拍拍 然後我就站過去 摸 捉著它 摸一下 然後後來有人 告訴我不要摸 事不像 不要跟長 不要摸 摸到它就沒什麼 沒什麼事 我發覺蘇智威有很多傳聞說出來 就是因為他每次都是摸的 剛才說什麼博物館 又是不要摸 他見到的東西他就走過去摸 最後就搞了大條佛出來 有傳聞出來搞大條佛 所以有時候不需要太好奇的 知道就行了 對 用不懂的 傳聞是你跟我說我又跟別人說 大家知道不一定要去追究 我都說茶餘飯後大家用來娛樂一下 只是花時間而已 每樣東西都要去追究 真的沒空 不是啊 我真的每樣都 你太空了 我不去追究 我怎麼做這樣的工作 你不是追究工作嗎 我的責任就是要去追究一下這件事 就像當年那樣 很多人跟我說 那時我沒有這麼瘋狂 都挺有興趣 很多人經常都說 說這裏是鬼屋那裏是鬼屋 我就是去瘋狂去追究 所以我好像高階一樣 我去過一次晚上去 去完我又日後去 日後我想看真正的裏面是怎樣 怎樣都叫有小光的 進去看 去完然後翌日晚上又去 我真的去過無數這麼多次那裏 其實我去過這麼多次都 師哥有見過一些 發生過一些古怪的事情 也有些古怪的事情發生的 譬如 有一次我進去 有幾個朋友 沒有帶電筒的 我進去 因為很多時候我跟別人說 去一些地方不如你說去探險 或者什麼 你去看不要緊 我相信是有靈體存在的人 我不想去打擾他們 我不會說帶大光燈 或者帶大電筒周圍去查 怎樣看呢 我可能會用火機 這樣看一看就關掉 看到前面的路安全了 這樣我就會走 試過有一次進去 就有一間房間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高階以前是醫院的間隔 有很多病房 有一間房間零零細細很大的 我們暫時稱它是院長室 當那裏是辦公室 因為那裏有一個火爐位 火爐位上面 應該以前是掛過一幅很大的畫 因為零零細細有一個框 是不同的 是乾淨一點 是乾淨一點 雖然現在變得那麼髒 都是乾淨一點 因為旁邊是退色的 那一間房間 我們進去很大間 想周圍看清楚一些 牆上又寫了很多字 我在地上撿了一張報紙 因為火機短得來拉手 我撿了一張報紙 就捲了一張報紙 就點了一個火把 當然其實報紙也會燒得很快 當它燒到過來手的時候 我就扔開 那張報紙如果正常的話 即使在燒 零空飄起 它都飄一下會掉落地 但是它就不是 通常飄一下 是你差不多燒到盡 差不多變了灰才會飄 是的 我放手之後 那張報紙是 其實有一隻手掌這麼大的 剩下的 其實都算是重 報紙捲起來了 整張一直在那裡飄 即是像一個鬼火一樣在那裡動 而且它不是一直向低 它不是一直向低 你知道 它不是一直飄 飄落地 它是會向上的 當然你可以說 熱空氣向上 它向上飄 飄到當它燒到盡頭的時候 那張報紙突然 一聲好像燒炮掌那樣 那些火屎 那些屎碎 散開好像一個煙花 這個比較奇怪 這個比較奇怪 而且每一次我們一經過那間房 那間房子 因為那間房子是沒有窗的 因為以前是精神病院 茅峰病院 沒有窗 隔絕了 只有一個門位 我們會伸手 拿火機進去 但是那個火是 扯進去 那邊有些風 那邊有些氣流問題 是扯得很厲害 是扯到火 但是那個火又不關 那就是 奇怪就是這些事情 我就是解答不到你 爆煙花 其他那些全部都是氣流問題 但如果大家想知道那個位置 可以看看草曼 9091年那個寫生甲 錯一致 就在那個火爐前面拍了一張照 真的有火爐 講到這裏 我們就去聽個電話 喂 喂 你是誰 我是李小姐 你好 你們好 沒有啊 剛才剛剛蘇智威說大學的四筆像 我想說一點點 好 其實他就是在香港大學的一個大學堂 其實宿舍的名字 然後樓梯的四筆像 有個像 其實他的傳聞就是 蘇智威摸過武士 但是我聽過那個方面 我聽過的版本 那一個傳聞就是 奉勸大家未畢業的同學千萬不要摸 如果摸過 摸不到葉 噢 蘇智威沒事 他未畢業 他未讀 他未入學 因為摸過 所以摸不到葉 噢 但是其實都有些人 當然大部份 寧可順其有 情況之下 就不敢摸 所以到畢業拍照 就會摸回舊本 噢 我終於畢業了 你影響不到我 但是何花池的傳聞呢 何花池的傳聞 那很多版本 我想已經衍生到很多不同 就是大家可能 就是以外傳聞 加了很多東西 加了很多東西 這麼多年以來 已經有很多變化 但是其實也不會影響到我們 有什麼影響在生活上 但是那個像 就是大家會提醒自己 零可信其有 就不要碰 跟著到之後才會 你經常都說文化 你是香港大學學生 是啊 哦 那你們 譬如柴魚飯俠 那些同學聊天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傳聞 我們還不知道 嗯 我們剛才其實 很傳統的那些 剛才你們兩個都說過 但是 有時候的同學 就會言之作作 因為 其實香港大學 近年擴展了 近幾年有些宿舍 是近住墳場那邊 即是近住馬里醫院那邊的宿舍 嗯 有些同學就會說 看到一些人 看到一些影 但是就不至於傳到經典這些故事 嗯 但是我相信李小姐 茶餘飯後 原來就是在聽我們零可信其有 是啊 你是不是住宿舍的 我是 我是 哦 那是不是整班同學都在聽 不是 我還在考試 哦 但是都還在聽 哦 好像小優 哇 好多謝你 千萬不要摸個帳啊 是啊 那希望你畢業之後 摸回舊本 那考試就祝你 又畢業 又考到成績 是啊 多謝多謝 那時候就記住聽我們零可信其有 哈哈 好 多謝你 謝謝你 四筆像是這樣的 為什麼我沒事呢 原來摸不到葉 我就心裡 因為以前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 我傳給你聽 你傳給我聽 即是你傳給下一個聽 可能會加了一些東西 那很多東西都變質 變了出來就是 可能有些街外 因為有很多電影橋段 我們在電影看過 或者在電視看過 或者傳出來就是說 摸過之後 又會死以非命 即是說得很嚴重 因為要這樣才有興趣 是趣味性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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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只是說分不了葉 就這樣就算了 你說傳聞 我又想起 是一些行業的傳聞來的 聽聞 因為老人家說的 現在就不知道是不是 那如果是 做這些行業的朋友 歡迎你打電話來回應 即是 開長生店的地方 即是 買棺材的地方 他們就不會打開正門做生意 雖然我們看到 那道門又闊又大 其實他們都會當那道 叫做後門 在另一個地方 或者在後門的地方 他們出入 就叫做正門 因為以前 在鄉下 這一類的店舖 如果打開正門 就開一次 就有人不見了 即是不見了 那條命 不是失蹤 這樣 這個就是老人家 說給我們聽的 如果真的做這行的朋友 或者他們又有聽過 一些什麼特別的傳聞 歡迎他們回應 或者指證我 回應的就要打 回應的就要打這個 1872881 已經沒有錯了 你沒事了 沒有分公司 你還叫別人 不要緊 你回應 如果是貼題的 那我們當然要優先 接受你的電話 先給他 還有 因為 有很多朋友 他們在一個地方生活 生活得久 就自然都有傳聞 即是你在一個機構做得久 那個機構都有傳聞 是啊 大機構一定有 是啊 大機構一定有 地方性的傳聞比較多 譬如 我們現在的橋頸嶺 那裡的傳聞都多 橋頸嶺以前叫做吊頸嶺 為什麼叫吊頸嶺 哪些人在那裡吊頸嶺 我又不知道 如果知道的朋友 也可以告訴我們 那傳聞有沒有告訴你 那傳聞我就是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他本身是叫吊頸嶺 而且赤柱以前叫賊主 就是一個賊 住的地方叫賊主 現在都挺對的 現在都是 那些賊主 拉了之後 那不要這樣說 有部分 靜了法 如果做一些非法的事情 小心點 那裡有很多有錢人住的 玩賊主 當然有個地方是給那些人住的 那我們新訊回來 再繼續說 靜可順其有 回到我們靜可順其有 傳聞很多 很多傳聞 越傳就越多 我們也有很多聽眾 發覺他打電話來時才知道 原來有很多聽眾 喜歡聽這一類的電台節目 因為大家想知道多些東西 聽多些傳聞 聽多些傳聞 二來可能生活上有一個調劑 三來就是聽完之後 又可以跟朋友分享 去露營 去縮營 又不說這些說什麼 你現在聽完 待定子彈去旅行去露營 發射 以前小時候去露營 真的挺開心 因為去露營 那麼多個小時 晚上做什麼呢 唱歌都唱到 口都累了 聲音都關了 我發覺港鬼鼓 例如去燒野食 宿營 露營 好像 例行 一定要有 必定會有 那當然是必定要有 為什麼呢 因為很切合荒郊野 一個陌生的環境 而做這件事 是有切入的氣氛 那我們要不需要在這個節目 搞一個旅行團 我覺得要 好啊 我覺得必須要 也不是旅行團 可能是 搞一個比較 可以玩得晚一點的 大家在這個黑夜裏面 圍著 對火來說 就算我覺得去露營 不要說露營 要扎營 那些年紀不正 我們搞過這些 不知道有沒有人來 我們試試 如果大家支持我們 我們一定會搞的 在網上 跟那些朋友 那麼多朋友 電台 不知道對不對 說 NFV 在網上就要保姻表格 大家想參加 好啊 固 applies 好啊 反正快到暑假了 Warsz ру cinnamon 大家考完事了 好啊 等大家考完事再搞 考完事來搞 大家有空 所以就 Sofia 吃 upstream 前報導 其實傳聞 我在曾經聽過 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坐的地方 也有很多傳聞 即是這一帶 直到電台 這個大廈 你知道那時候某人做節目 又見過小朋友在外面玩球 隔壁 隔壁街的 都是電台嘛 我們是家親的 做了節目見到小朋友 為什麼這麼晚了小朋友呢 然後沒多久門開了 小朋友進來 然後再看小朋友 咦 為什麼你的眼睛有血流下來呢 然後小朋友看著他笑 這個傳聞都挺害怕 搞到他做了節目就彈出去 那個畫面最恐怖的就是 你剛才說到小朋友突然間打開了門 就進來了 其實是他門打開了他不見的小朋友 因為他是夜間節目 他自己是坐在控制台 控制台前面有一些標板 他周圍看小朋友去哪裡 小朋友就在錶板後面 踢了頭出來 放了頭在錶板上面 然後就看著他 這個DJ哥哥呢 我聽過版本是這個傳聞 他是在前面那裡 這樣踢了頭上來 這個哥哥就說 小朋友為什麼 為什麼你的眼睛流血 還有他問 這麼晚 你從哪裡來的 這個小朋友就跑出去 因為那個地方 因為我以前也是在那裡工作的 我知道那個地方 他有個大玻璃看著外面的走廊 他就看到那個小朋友 走了出去走廊 因為他的玻璃對面 就是這個Music Library 是呀 是呀 然後看到那個小朋友 就衝到那個Music Library 門口的手柄 一撞到頭 流血 然後就不見了 傳聞到此為止 我們剛才在說傳聞 我們這裡很安靜 只要聽到你說話 如果聽到外面說話 不是拍手了 外面是突然間 因為我們剛才在說的時候 在說這裡的傳聞 外面的燈突然關掉 哈哈哈哈 我閃一閃 因為我很投入去說這件事 為什麼突然關掉 我嚇到他們 嘩 我們現在是不是 又有電話打進來 聽聽說什麼傳聞 喂 喂 你是誰 姓鄧 鄧先生 鄧先生 你在街上嗎 是呀 有什麼跟我們說 有什麼跟我們說 你之前不是說在長生店 是呀 是呀 其實不是說有什麼傳聞 只是說一些新意的事 是 但是你的電話有點疾 你的電話是不是無線電話來的 是呀 你或者站定一個位 我很想聽你說的 沒有 沒辦法 繼續 因為其實我家人 都是做長生店 不過不是賣那些 就是製造那些 是呀 是呀 那其實也挺有趣的 因為我們自小 我媽媽也在那裡幫忙做事 是 但是我們小時候 她又沒有時間看我們 是 那變了 譬如他們有時候走開走完 我們還會走走的時候 就會扔了你 落庫棺材到睡覺 哈哈 是嗎 是呀 無禁忌的 是嗎 其實就不是什麼事情 因為其實也挺舒服的 哈哈 哈哈哈哈 難得就是這樣 等等 你們做的那些 就是大家在睡覺的那些 是中式還是西式 中式 中式 中式裡面有煎東西嗎 不是 你賣出去才會有的 但是你做的時候 是木來的 但是木的硬滑滑 你都覺得很舒服 不是吧 陰陰糧很好睡的 不是紐洲那隻 哈哈哈哈 那沒有木怪 樓交也很貴 哈哈 除了這樣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經歷呢 還有一些特別的事情 就是我們有時候都會送貨出去 是 有貨車的 但是我記得有一次 因為不知道什麼的緣故 那些貨就下不了車 是 那變了局局局放在車上 是 那天是星期六來的 但是第二天是星期日來的 是 那我們就整間要去燒東西吃 是 那就不夠車用了 哈哈 那都沒有辦法 逼著要把那個 就是拿到那個貨車去 下貨一起燒東西吃 然後呢 就有兩副棺材在那裏 是 有油油的 那我還記得 我們好像是去咖啡灣那裏 是 我記得去到呢 就是原本都沒有位的 是 一去到就立刻變成右位了 是 是啊 就是引來很多這個好奇的目光 是啊 就是人家見到會覺得 沒有搞錯 拿到棺材來去沙山的 哈哈 立刻讓個位給你 哈哈 哈哈 打見都不用怕 記住 那好吧 我們很感謝鄧先生 打電話來說 說了那麼多 那麼特別的事 不過其實 很關心啊 鄧先生坐在車上 都立刻打你 可能坐在中共汽車正在聽 就打你 但是呢 其實沒有哭的 其實也不是很可怕的 你有沒有聽過 人家買一些棺材仔 很小的 裝飾的 就是升官發財 升官發財 就是要落在很高的位置 升官發財 那就是以升官發財 其實不用很害怕的 我第一次聽人家睡官 就睡得那麼開心 都挺涼 挺舒服的 而且又或者從小到大 或者家裡流傳下來的職業 都是做這件事 可能他們已經是不害怕的了 就是在生活的部分 沒有了他們沒有飯吃的 變了一個平常心 是 團民好像有電話 是啊 有很多電話 這個快聽了 好 喂 喂 誰啊 姓鄭的 鄭先生 你好 有什麼跟我們說 剛剛聽你們說 這個高階鬼 是 是 十幾年前 我就跟一大班朋友 曾經去過 嗯 其實都不止去過一次 不過是最難忘的 第一次 是 是 那麼 我們當時都有十二個人 是 那麼 去到那裏 高階那裏 他就有兩邊斜路 應該在轉角那裏 是 那一邊就是正門 嗯 那一邊就是 走上去有個側門的 是啊 那當時那個正門就封了 是啊 那我們就走上去側門那裏 其中 我和另外一個朋友 就比較大膽一點 嗯 走頭 那側門那裏 有條小巷進去 有個 有個 差不多去到 爛腰位 是啊 我也是那個進去 是 是啊 那 我和我朋友 就 就是 停牌這樣 在那裏 那裏 一人踩一隻腳上去 然後我朋友 就是 我看一看他 就是 看看一切上去的意思 是 是啊 那 我朋友突然間 不知道做什麼 沒有厚頭的 說了他的說話 他問 就是向著這條行 發問 朋友 可不可以進來慘觀一下 蛤 他不知道為什麼用這樣的語氣 突然之間 那裏 那裏 有一把聲響出來 嗯 隨便坐 真的很像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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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事 那樣 那結果呢 我們身後面那些朋友 就走剩一個 嗯 然後我隔壁那個 我隔壁那個 又走了 是 那我呢 就慢慢 呆了 慢慢把腳放在地上 靈轉身 然後扶一個朋友下去 嗯 然後那晚之後呢 問問題那個朋友 整晚都面青 沒有出過他的聲音 直到天亮才這樣說話 是 他說什麼呢 然後 他說 嘗嘗認 嘗嘗認你 哈哈 嘗嘗認我不是你 你現在不說 真的嚇到慌了 是啊 是啊 那所以大家呢 就不要 嘗嘗認識 是啊 自己做了目標人物都很害怕 那結果 那次就沒有進去 那次就沒有進去 然後 之後就去過兩次 還不敢去 還不敢去 還不跟這班人 沒有 也有跟這班人 但是 之後那些 又多很多人 二十多人 二十多人 沒什麼 那又沒有什麼發生 進去參觀一下 真的 之後那些 都有點小插曲 是啊 是啊 那第二次去就 我不知道你們 我想你們應該已經上過樓上了 上過 那樓上 很容易跌下來的 在走廊那些寸孔位置 是啊 那第二次我們進去 又是在側門進去 那進去就見到很多 那些 可能有些導遊 是啊 有些帳 那些什麼 那其中 樓上呢 其中有一間房 就很大的 是 是 那門口呢 就有個 釘了那些 那些 就是插香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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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滿了香雞 嗯 那我們整班人進去之後 呢 沒有我們頭到門 就自己開門 就是這樣 這些就 可以說大風 是 我們第一次去呢 之後有些小插曲 是啊 那原來呢 那個高階附近呢 嗯 你走上一點 上面有一條馬路 是啊 馬路上面呢 十幾年前 原來又有另外一間 那個樣子 好像堡壘那樣的鬼屋 嗯 嗯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呢 是啊 你說來聽聽 那個堡壘形狀的鬼屋呢 就是正門很大 就是你推開兩邊門 可以洗車進去那種 嗯 嗯 那旁邊兩邊左右呢 都有到小門的 是 那當時我們就離開了高階呢 跟著就上去那裡 是 那我們正在門口那裡 游入不進去好的時候 嗯 那遇到 有一架 車經過 停下來看我們 嗯 那那架車呢 就 好像那些 英國式的士 嗯 那原來呢 開車那架是黃尖來的 哈哈 我剛剛想說 會不是Roman呢 Roman 我也是 黃尖 黃尖 那他呢 停下來看我們 跟著呢 靠下的玻璃窗跟我們說話 啊 他說 怎麼了你們 你想進去啊 不要濟啊 有了的 哈哈 真是像尖宿的 真是他 真是他 我們都肯定你 我們看到他我們很順 哈哈 那跟著呢 他 即是我們就看著他 跟著我們又看著眼 那很猶豫 嗯 跟著他呢 就領了領頭 跟著他說 唉 跟著他 搞那架玻璃窗 他撕走了 嗯 嗯 跟著之後呢 我到處跟他們打聽 就是關於高階的那些事情 嗯 那我打聽到呢 就是一些傳聞 就是你們所說的傳聞 哈哈 嗯 聽我家人說 就說以前那是麻風病院 是 這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是 那另外一個傳聞呢 就是 我有個親戚 就住在那附近的 就是大約一條街道 是 那他就說呢 曾經以前人 在那裏拍過一部戲 嗯 是啊 是 是 十幾年前 三後一王 一王三後一部戲 嗯 嗯 我不記得戲名了 但是 又有人可以說過 叫紅運當頭 還是什麼 嗯 就說呢 拍那套戲的時候 發生了一些事 嗯 那麼後來呢 就 那一次之後呢 就每一晚的八點鐘 嗯 就會有一個女人在那裏 就是在那附近 嗯 附近那裏燒些東西的 嗯 原來 原來這樣 你們有沒有聽過 就是有人每晚在那裏燒東西 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這件事 我沒有那麼早去的 我沒有8點那麼早去的 哈哈 多謝鄭先生的電話 多謝鄭先生先啦 多謝鄭先生 其實他說第一次去那裏 為什麼他沒有想過 裡面可能是一個導遊 在那裏 是呀 是呀 可能是一個導遊 可能是人來的 是呀 因為他說拍那套戲 應該是 有一套戲是 有個男主角 三個女主角 就是王三後的戲來的 戲名不要說 你名不說 幫我知道哪套戲 好了 喂 我們時間就不是太多 不過再接個電話好嗎 好 喂 喂 我姓王的 黃先生 你好 我呢 就說一下 剛才有個女學生 頭學生 她說 最正的那個 就是馬尼醫院下面 那些分散 那些東西 是呀 那我呢 說一下就是 我四十幾年前 就在巴士公司做的時候 是 因為呢 對女學 步伏能道 走路一點 就是雞龍灣來的 是 那巴士呢 每晚走過 我們做巴士 去到那裡 當然有人入手 要你停車 有人入手 要你停車 有人入手 要你停車 但那些車去到那裡 就沒有人上車 就是離遠就見到有人入手 叫停車 因為那裡 有什麼過程 沒有入了 路線 那過程 通過 那個 那巴士的 電源 就是 25 many 那些東西 聽收音機的這樣說 我就跟我說一下 來 好 謝謝你提供 謝謝 每晚都有人在那裡 入手 入手 那就是 除了我們大家經常都知道某條路線的巴士 現在還有其他路線的車是有這樣的經歷 傳聞的 很多都有這樣 甚至乎我有時坐的士 聊天 有些的士哥哥都見過有人截車 不過我聽過上次是否有人說過 我們經常都聽說是截車那個才是 下車可能不給了一些陰詩紙 上次我聽過不知是誰說的 不是那個司機 是下車之後發覺那輛的士是一輛紙紮的車 這個真是恐怖 坐了一輛紙紮的車 剛剛收到一個訊息 阿Wing寫來 他說原來調頸嶺 以前叫調頸嶺 原來就是一間日軍的軍營 其實以我了解 我也知道那裡以前是日軍軍營 還有是有刑場的 那裡的刑場是專門問吊的 就是吊死一些人的 所以就叫做吊頸嶺 哦 是的 那裡很有趣的 那裡有很多傳聞 傳聞那裡很容易看到UFO的 你有沒有聽過 那裡傳聞好像夏仇星也說過 那裡傳聞又很容易看到UFO的 傳聞那裡人結地靈出很多師傅 傳聞是出很多對這個術數 或者對這個研究的人 傳聞也都出了很多我們同行的同事 譬如黃小鳳 陳玉蓮 全部都是在那裡 所以這個地方是挺有趣的 因為我們其實做過的這一行可以叫做偏門 很多人偏門出來的 偏人出來的 那說傳聞呢 我們又有些電話想說傳聞 好 聽完 聽完 喂 喂 你是誰 姓劉的 劉小姐 是有什麼跟我們說的 說調頸嶺那裡 以前調頸嶺那裡 我看香港掌故的 不是看鬼故的 就說調頸嶺以前是一個很漂亮的島 沒有人怎樣 接著有一個商人在那裡開了一家麵粉床 但後來生意不好 生意失敗 遲了很多錢 於是在那裡調頸死 以後的人就叫做調頸嶺 原來是這樣 不是日軍軍營來的 不是 這是香港掌故講的 因為我們很多都是聽傳聞的 這個不是傳聞來的 這是真詞來的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在北角五十年代 你要講快一點 好 就是有一個男生 那時候坐電車只有電車 那時候有一個很流行馬姐 那個馬姐很漂亮的 在電車上很多男人都看著他 一個男人就看著他 即是色迷迷 然後就在北角五十年代 下車的馬姐 於是男人就跟著他下車 後來去到不知哪一處的時候 那個男人跟著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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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老一輩人會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人設法幫他 為什麼 一人奇怪 因為他找到這麼小的石頭 便可以找到一個人進去 可能是一種懲罰來的 是的 後來那時候 就沒有一個機器可以開鑽到石頭 剛剛就有輪船那些人 從外國來的 就請他們那些重型機器 開鑽到一個石頭 就這樣一個人都死了 終於救他了 好啦 謝謝劉小姐 說說說時間真的很緊密 我們呢 我又聽傳聞 譬如你突然發作答 中了馬又好 或者中了六合賽又好 要做善事才行的 是啊 因為你突然這麼多福 聚過來 人受不起 對 最好你就做善事 但我又聽到一個傳聞 傳聞呢 聽我們這個節目呢 就會走好運的 喂 這個傳聞是你說的 是啊 上過這個節目的人 都已經走好運的 好啦 今天星期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 更多靈異故事 敬請關注YouTube平台 發明人間 也可以成為會員支持平台 下次見